大家好,我是Bacoy Airsoft 今天簡單講一下我用來裝Gear的袋子 就是Tactical Tail的旅人袋子 講一下它之前就講一下小歷史 那為什麼我會用它呢? 如果你不想聽我說廢話,就直接 skip 我留言都會留個時間 一開始打遊戲,打很多時候 要裝一些工具,沒有那麼大的袋子 一開始就用一個行李箱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最便宜的算是用行李箱 因為基本上每個人都有行李箱 那行李箱可以裝小工具,去打遊戲 行李箱不是不好,但有時候就 如果喜歡搭車,就有些壓榨,有點阻擋 如果不是太大的行李箱,你會把東西塞得很快 但你用完之後,要同樣的方法塞回去才可以生得下 就不能不斷扔掉它,就把行李箱走開 所以用完行李箱之後,另一個就是 行李箱要碰地,不能揹著 一隻手一定要在行李箱裡 那你只要一隻手做事 那之後,就打算買個背囊 背囊那張是用511的 511的背囊都安裝了一些東西 但是,那時候我看法師沒有那麼多東西 我看到幾張照片,就安裝了一些東西 但是,同樣道理 如果我不是塞得很好,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有時候,背囊就好像很組織 譬如這格房子,那格房子和其他東西 但有時候,那麼多格的背囊 反而阻礙了你可以裝更大的東西 即更大的東西 所以之後我就去用了一個大陸背囊 大陸背囊就類似這些旅行袋 都是一大格 當然你可以分三小格 或者一大格這樣選擇 但是,有時候 偶爾會駕駛去打遊戲 駕駛,駕駛不是一件好事 或者駕駛四周走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打完遊戲之後 泥棒棒的駕駛四周走 通常我會打完遊戲之後 換回普通的鞋 來出入的 而背囊也裝不了我的鞋 所以那條帶比較薄,雖然肩膀比較辛苦 之後我就找一個旅行袋 我想有幾個選擇 一是這個,一是Missure Ranch 55星那個 另外一個就是Helikon那個 Helikon那個是最便宜的,500多元 Missure Ranch那個是1400元 原本這個,我問他26樓沒有貨 他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翻貨 我打算在美國訂購 美國這個賣175元美金,運費都70元美金 加上折下港幣1,700元,我覺得有點貴 雖然這個在美國做,Missure Ranch那個好像是Philip Ranch做 Helikon那個就不太知道誰做 但Helikon那個我是未看過現貨的 這個和Missure Ranch那個,老實說 那個是摸上去的質地和做得更好 但是這個,我問完之後 第二天,26樓跟我說 他這幾天翻貨 剛好翻了MC式的這個袋 這個袋呢,因為我有一次 大家看到另一個司機用 另一個師兄用開,摸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在喉著,都在喉著他 那去到上去看 175元美金,大概是134元港幣 我都預算是144元港幣 那怎樣上去,1千元不用 我都想到不用想,就買了 所以就,對 還有這個最大的,這個75星 Missure Ranch是55 另外一個我不記得多少 但我看的尺寸,我覺得不太夠裝 那兩個,就不是一大個袋子 旁邊都有一個,給你擺鞋 還有,Missure Ranch有一個袋子 新進來可以擺衣服 我覺得有點阻擋 那,好啦,那 總之,講解這個袋子 那,非常簡單 中間,一大個位 75星,整個人都放了下去 那,跟傳統的軍用旅行袋不同 傳統軍用旅行袋子 是,頂頭有三摺 有條,有一條,通上空那樣穿 還有一條,在鎖 這個就是,旁邊的拉鍊 這個是1000D來的 拉鍊到最後 穿過一個洞可以鎖 旁邊有一個透明袋 可以擺姿勢或文件 主力的手環 有一個Cushion 有一個Pattling 很快一點 如果沒有的話 這些會很好解手 有兩個扣位的 有兩個扣位的帶 如果沒有那麼大的話 你會比較小 除了拿外還可以背 背的帶就是旁邊 這個一開始我是會害怕的 因為這個位置 你看鐵這麼幼 就這樣扣下去 你會覺得好像不夠力 不過又想想 射力其實是在頂部 不是在底部 那頂部呢 它車都車得好 其實它車得好幾多 因為這條帶 它一條過的 它車到下來 它車到這裡 反轉再車上去 其實它這個位置 都很好吃得力 那當然啦 如果你這條帶不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拆回去 就塞回去 就貼回去 真的不用的話 那這個就是 這麼簡單 一個非常大的袋 那現在張一下 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背部的話 這邊是底部 所以底部 通常我會放 放在櫃子 然後到Faxe 那我看到Faxe 當然有一個洞 那 還有現在呢 雖然它 雖然我是不喜歡一格 但是 都要有些辦法去 去 整理一下 一些東西 那我現在通常用 兩個大一點的袋 裝著 那這個袋呢 就是裝 頭部用品 那 我頂帽啊 耳機啊 眼罩 面罩 還有手套 然後另外這個袋呢 就是裝腰打東西 那就是手槍 兩個彈甲袋 我的測奪器 和一個 這個 那些浸袋 那就可以看到啦 裝上了 其實還有很多位置的 通常會 多用衣服 有時候 換衣服 好 那我關上去 就 滑滑有餘 非常之足夠的 這隻袋未必適合過人 那但是它適合我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這次 好